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葛丸佳 大家好 今天想问你们几条问题 首先你们要途径愿息切的情报中心 之前装修时 我太太在互联网认识到你们的公司 发觉你们公司在互联网的网页有很多资料 提供到给我们的惨客 在里面看到你们设计师的设计 都比较特别 还有包裹比较多 所以就认识到你们的公司 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最终这么多间公司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我们公司 做你装修的公司 加私的公司 在看你们设计师的作品方面 都很多比较适合我们所要求的东西 还有看到你们公司 都得到ISO的二零一 在细选过程之中 觉得这家公司比较适合我们的心意 黄太太想问一下你 这家屋 我看到以黄色和舒服的颜色为主 其实是这样的风格 是你们决定 还是我们公司的设计师 给你意见的 都是你公司的设计师的意见 那会不会一起谈 会一起谈 你们对我们公司的设计师 Kiri 有什么意见 Kiri 就比较nice 他在设计方面 大家都会谈到设计方面 他想问你要求些什么 那我们就比较简单 最要求选弱 实用些 还有有空间感些 在设计过程之中 在设计方面 都有经过改动 而Kiri 都帮到我们 在改动设计方面 都符合我们的研究 想问你一条问题 就是在过程当中 你由收楼 至到决定装修的时候 可能家屋有些问题 其实你会不会有些地方 是担心做不做到 不知道做不做到的 或者觉得有困难的 而最终是我们公司帮你解决了的 在家屋设计方面 都有少少出现问题 但是在你们的师傅的帮忙之下 都可以解决到很多方面 那你们两位 对于我们公司的装修师傅 可否也分别给一些意见 对于我们公司的压力 他有清楚点 因为他要跟人 他上来 就是陷家居的过程之中 我很多时候都会上来的 另外 较为难忘些 就是去搬房的櫃 因为是高 预计超出了两寸 就是进不了烈 那他们四个 就夹手夹脚 一人抬一层抬上来 这方面我真的很欣赏他们 那你们对于我们公司 例如加了楼之后 有些售后的跟进服务 或者加保险 提供一些执楼的服务 那你们是否满意 相当之满意 就是 基于师傅就比较要求 我就觉得比其他就比较高一点 就是对自己的要求 或者的满意情绪 我觉得就相当足够 那黄太太 我想问你了 那家里就装饰好了 那家具又放好了 那家具又放好了 你最满意会是哪一部分呢 最满意就是客厅 客厅 还有房子我也很喜欢 那黄先生你呢 那主人房 就是 就是 符合了我们要求 比较减结 还有 就是比较实用 那其实我知道 你们付款的方法 你们是选取了用24个月分期的 那变相呢 就要一次过 就要把整个家具项目的钱了 那其实你会不会担心过 其实我们公司 会不会做得不好的 但是 最初 都有 在给大定的时候 都有点担心的 不过 就 经过 就是 看过 你这些 互联网的 个案来说 都 对你们公司的 质素 都有一定的 信心 那变了 就 发觉出来的 效果 就 比我想象中更加的好 这个 所以就 就 暂时的问题 都不是很存在 对 现在就 其实我知道 外面不是每间装修公司 都会有分期付款的服务 那你觉得 其实这个服务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到 都是其中一个优点 当然 就是 如果你是 通常你的装修来说 就是 一个新居入货 都需要到 比较大笔的 牵食大笔的 金钱的费育 那 如果你有 这样的 分期付款形式 起码帮轻了 就是 我们的 入货的业主 就是这方面的负担 減了 那我问你们 如果给了个机会 你们重新 找到一间 家私的公司 你都会不会 减转我们公司 当然 无论在质素方面 还有 就算你服务方面 都可以帮轻到 很明显就是 那 假如你日后有朋友 或者亲戚 想装修的话 你会不会介绍我们公司给他们 其实都在做的 因为很多 一些同事 或者 一些亲戚上来 都会问 你们 家里的那些装修 很漂亮 哪个公司 我们都 给了一份 你们的卡组 给了谈议 或者给了我们 看一下 你们上去看 很多东西看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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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